事務上在兵役制度的改革 我的對手似乎是同意的 但是在於我們的消防人員的人力的增加 在於我們外語教育 城市語言課後的評價優質的服務 在於我們松山機場的遷移 其實我們的對手除了簡單幾個字的批評之外 沒有給我們具體 從來都沒有給我們具體 說明說他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最終1月8號1月8號 選民才是老闆 那希望選民看到我的認真 希望選民看到我的努力 還是不希望我的辯論 辯論要對於立場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對手致敬 致敬對於我的具體的證件 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看法 沒有提出具體的逼迫 那這樣子都非常難的討論 但是我們的對手從參選第一天 沒有放棄的就是他對於 謾罵以及分口水的堅持 那我們大家都可以想像 對於立場沒有意見 但是對於分口水相當的積極 這樣子的一個辯論會是什麼樣子 總統喊出備戰才能避戰 那朱立倫說總統錯了 應該要加上對話 那您覺得民進黨現在缺乏於對岸的對話 當一個政權使盡全力的 建立一個軍事的武力 想要無統你的時候 當一個政權沒有意願跟你對話的時候 那朱立倫或許可以 朱主席不許可以跟大家報告 他期待無可對話 那邱國正說您也會少量示範女性的教招 那蔡總統也說 女性的義務役不規樂觀景 等於同意 女性當中的同意 不管是男性還是女性當義務役 我們現在第一件要對民眾 對社會交代的 就是入伍後 每一個禮拜 具體會做些什麼 會負責些什麼 未來動員後 會負責什麼樣的任務 這是社會大眾的期待 一旦我們對社會大眾做好 定義內容 訓練內容的交代 一期的延長 甚至男女都參與義務役 我相信都是社會樂於討論的 他投給我一票 在行李的時候 他說 這個 這一票要投給習近平看 你再說一次好嗎 投給習近平 王世堅主要看 投給習近平看 投你這一票要投給習近平看 王世堅議員總會往這支援 他說投我這一票要投給習近平 投給習近平看 我以為你說投給我就是投給習近平 大家知道国家安全是我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难题跟痕迹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存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挑战 所以我这一次出来选举的时候 我们维持我们的政见的主张跟主轴 就是除了就是国家安全要维护 那当然国家竞争力也要维护 那我相信王一元在谈的 王一元昨天在说的 其实是要展现展现我们全民保护家园的这个意志力 那我王一元对我的鼓励也是相当肯定 我们在国家安全政见上面也重视 不管是兵役制度的改革 不管是国家安全政策指导文件体系的建立 不管是我们消防员人力的补充 还是我们消防员的装备的态换 这些都是提升国家安全的政见跟政策 那我们也希望选民们如果支持国家安全 认同我们对国家安全的重视 我们一起1月8号把这一条点出来 好 我们今天把我们到这里的顺务 谢谢大家了 熟悉的声音怎么准备 请问大家是要去旅欧队吗 好 谢谢大家 这次我们选举我们不夸在暗门 我们不差几次 除了环保的原因之外呢 我们也希望将于未来年轻旷友们在这么厉害 那不仅如此 我们把省下来的经费 赞助了一场紫红色的欢迎 1月7号离开6是上班日 那1月7号离开6晚上7点钟 我们在野生发布工作 然后发泰广场 紫红色回来演出补充爱劳 那也欢迎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们 一起来一起来观赏 享受一个轻松欢乐的夜晚 谢谢 因为这个字你有提到有环顺与民的相关政策 你是支持说发现金的 是 我觉得随着我们国家即将全面的解封 那我们也要做好完全后疫情时代的准备 那我们知道许多产业 特别是许多的家庭 在过去两三年过得相对的辛苦 那我也希望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相关的纾困 以及振兴的方案呢 能够做得更快 更多更好 更快的意思是 我希望在接下来院会 1月13号就要结束 1月20号是过年 希望大家能够在过年之前 直到即将会宣布的政策 这样让大家过年 可以过得轻松一点点 我会觉得是拿香跟拜王 因为他也很想要 我们在谈的是 怎么在即将解封的时候 让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所有的国人 都能够过得好一点点 过得轻松一点点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 其实谈到超征的这件事情 有机会的时候 会再跟大家多报告 我觉得把这个议题操作成 政府超征 收了不该收的税 我觉得这是相当不负责任的 超收超征 目前我们看到的 唯一的一个议题就是说 它其实是跟过去预期的 税收的落差 我希望社会大众 对这件事情能够多了解 不需要造成 大家对于政府的不信任 他会觉得说 因为这个王虎民 接着说他没升级 但现在感觉是在哪里 不会啊 因为我提的是 王虎民议员 对于税务超征 基本的数字不太熟悉 他没有看到 财政整体的样貌 我们比预期多收了 比预期的税收还多了四五千亿 可是我们的税处跟税入 之前还有一个两千百亿的落差 所以我在讲的只是名义代表 在看预算 在看政府 财政 保处的时候 需要看到完整的样貌 请问要先翻转 我房间请到立委 在下一场要请大家 先进行 想进取的一种 请再说一次好吗 现在邀请到那么多议员 跟立委进入最后的选举 做什么期望 进行最后的选举 是我们选举剩最后的十天 那我们会持续的邀请 我们的好伙伴 不管是我们选区内的议员 还是选区外的议员 还是我们的立法委员伙伴们 一起来给我们加持 一起给我们努力 希望视频朋友们 我们中山 中山区的选民们 1月8号下礼拜天 记得要出来投票 那是说有发文立庭的 但是之后会希望他一起来 为你一旦借口 或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阿中部长 昨天的发文 昨天的立庭 我们接下来绝对会邀请 越多的伙伴越好 来给我们加持 给我们努力 任何的行程一旦确认 一旦确认会跟大家报告 不管是选区内的议员 选区外的议员 还是立陶原 还是我们的部长 还是甚至是大家所期待的 这个 目前在参选 民进党 当主席的来自 因为这个发文立庭 这样不够力 大家知道 这场选举是非常艰困的 大家也知道 这场选举的期间 这个补选是非常的短的 那这么大的一个挑战 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呢 接触到我们的三十多万选民 三十万选民 是我的挑战 那我非常的感谢 所有的战友 所有的伙伴 在这个时刻 不管是透过社群媒体 还是陪着我们站路口 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鼓励 我非常的感谢 那那个1月4号要举行这个证件发表会 但是没有辩论 也没有第三方提问 会不会觉得没有辩论有点可惜啊 我觉得可惜的部分 我觉得可惜的部分 是我所有的证件 我的对手都没有提出具体的回应 具体的批评 但是我们看到 现在国防事务上 在兵役制度的改革 我的对手似乎是同意的 但是在于我们的消防人员的人力的增加 在于我们外语教育 城市语言客后的 评价优质的服务 在于我们松山机场的迁移 其实我们的对手 除了简单几个字的批评之外 没有给我们具体 从来都没有给我们具体 说明说他的立场是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最终1月8号 1月8号 选民才是老板 那希望选民看到我的认真 希望选民看到我的努力 还是不希望我的辩论 辩论要对于立场有不同的看法 我的对手至今 至今对于我的具体的证件 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看法 没有提出具体的运动 那这样子都非常难地讨论 但是我们的对手 从参选第一天 没有放弃的 就是他对于谩骂 以及噴口水的坚持 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想象 对于立场没有意见 但是对于噴口水相当地积极 这样子的一个辩论会是什么样子 总统喊出备战才能逼战 那朱立伦说总统错了 应该要加上对话 那您觉得民进党现在缺乏于对岸的对话 当一个政权使尽全力地建立一个军事的武力 想要胡同你的时候 当一个政权没有意愿跟你对话的时候 那朱立伦或许可以 朱主席或许可以跟大家报告 他期待胡同对话 那邱国胜说明年会少量示范 女性的教招 那蔡总统也说女性的义务意 总归乐观点 你同意女性当义务意吗 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当义务意 我们现在第一件要对民众 对社会交代的就是入伍后 每一个礼拜聚集会做些什么 会负责些什么 未来动员后会负责什么样的任务 这是社会大众的期待 一旦我们对社会大众做好 定义内容训练内容的交代 疫情的延长甚至男女都参与义务意 我相信都是社会乐于讨论的 他投尾我这一票要投给习近平看 你再说一次好吗 投给习近平 王世监主席 他说投我这一票要投给习近平 王世监议员只能往真的支持 他说投我这一票要投给习近平 投给习近平看 我以为你说投给我就是投给习近平 投给习近平看 展现比较快的问题 大家知道国家安全是我们现在面临 非常大的难题跟痕迹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生存 是我们这一代最大的挑战 所以我这一次出来选举的时候 我们维持我们的政见的主张跟主轴 就是除了就是国家安全要维护 那当然国家竞争力也要维护 那我相信王议员在谈的 王议员昨天在说的 其实是要展现展现 我们全民保护家园的这个意志力 那我王议员对我的鼓励 也是相当肯定 我们在国家安全政见上面 我们重视不管是兵役制度的改革 不管是国家安全政策指导文件体系的建立 不管是我们消防员人力的补充 还是我们消防人的装备的派放 这些都是提升国家安全的政见跟政策 那我们也希望选民们 如果支持国家安全 认同我们对国家安全的重视 一起1月8号把这一条投出来 好 我们今天保护到这里的事 我谢谢大家了 熟悉的声音从前跑出来 哈哈哈哈 特别来给我们加持 特别来给我们鼓励 我是吴怡农 我们中山北松山区 登记1号的立委补选候选人 1号的立委补选候选人 吴怡农 拜托大家 拜托大家 大家早安 早安 早安 起车开车的朋友 大家上班辛苦了 吴怡农 吴怡农在这里 跟大家请来问好 立委组选候选人 吴怡农在这里 我是立委吴思瑶 吴怡农 吴思瑶 一起在这里 跟大家请来问好 全力支持吴怡农 优质问重的吴怡农 我们大姐的朋友早安 上班的朋友早安 吴怡农 吴怡农在这里 我是立法委员吴思瑶 吴怡农 吴思瑶在这里 拜托大家 一定要同票 下个礼拜天 立委补选 支持吴怡农 立委补选 一起支持吴怡农 早安哦 大家早 早安 早安 吴怡农在这里 吴怡农反员 在这里拜托 下个礼拜天 立委补农 必定要成交 吴怡农在这里 我是立委吴思瑶 我们一起去 吴怡农 感谢观看